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小半炒糖和一米米盐 倒进400毫升冷豆浆 搅一搅 蛋白质和酸的相遇 能让这碗汤头更加丝滑浓稠 整份豆乳冷汤更适合配面条 乌冬挂面 乔麦面 随便你 煮面的空档 顺便用我的电水壶煮蛋法 做个偷懒的水煮蛋 煮熟的面条 冲个凉 装个盘 四周马上小伙伴 再来个蛋 最后 豆乳冷汤伺候 豆乳汤底是浓郁与清爽的奇妙平衡 包裹着爽滑的面条 搭配泡菜的酸辣 蟹柳的鲜甜 黄瓜与番茄的清新 大口细流 夏天的燥热瞬间平静下来 清爽过后 再来一碗酸辣开胃的番茄酸汤底 取小碗 配个火锅底料三件套 热油 糊子啦 扔上去 再加几勺基础调料 到这里 一份基础的酸汤底就完成了 接下来 我要用一个番茄 给汤底增加一点清新度 去不去皮随你 切成小丁 下锅翻炒 加点糖和盐 利用渗透鸭 加速出汁 如果你买到的番茄滋味不够浓 可以加点它的副产品 补救补救 加水煮开 这一锅 可以用来涮个粉丝 配个挂面 也适合煮个乌冬 配上虾滑 我呢 就来下个饺子 稍微搅一搅 盖盖 中小火煮上5分钟 开盖后 加入刚才的酸汤底料 再煮一分半 这一小锅可以直接端上桌 想拍照的话 盛出来装盘也不错 世纪难题又来了 小葱和香菜 你选哪一个 叹叹 番茄汤底酸而辣 在美味口的大热天里 让你食欲值拉满 肚子饿的时候 还是得用个浓郁的汤底 来满足自己 咖喱配菜三宝 切小丁 热锅下油 炒得烂透明 放咖喱 倒清水 大火煮开 小火炖煮5-8分钟 到这里 可以选择下点鱼丸和粗面 做成咖喱乌冬面 或者汤汁收浓 加入超熟的肥牛片 就是咖喱肥牛饭 还可以像我一样 尝试一下咖喱水饺 搅一搅 盖上盖 中小火煮5分钟 开盖后 加点椰浆或者牛奶 这是让咖喱香浓加倍的秘诀 再煮一分半 出锅 点缀几朵绿 即增加视觉效果 又增加膳食纤维 一口咬下 饺子皮裹满了咖喱 香浓 这一道浓汤底 很适合一次多做一点 分装放冷冻 值得你们从夏天收藏到冬天 如果觉得前面都太麻烦 那就来一碗大道质俭的 阳春素汤底 碗底铺一小片紫菜 一小把榨菜 一勺猪油 两勺酱油 先不加盐 小半勺糖提提鲜 最后剪点葱花 这个时候冲入开水 马入面条 就得到了一碗经典的阳春面 烧一锅水 锅底微微冒泡的时候 加一勺盐 下水饺 饺一饺 中小火 盖盖5分钟 开盖1分半 可以顺便烫把小青菜 汤底里榨菜和猪油 是来自山野温润的香 紫菜是来自海里的鲜 山与海的味道摇香呼应 是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碗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小锅料理 记得弹幕扩个一 也欢迎来评论区报菜名 我们一起继续美食连续剧 我是贝果 记得关注我 我张哲 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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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